如果是您自己做一些比喻的话 您有没有什么样觉得更贴切的说法 能够来形容当今的美中台关系呢 我们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 桃园三杰益 就是关公 张飞跟孔明 这些人做成非常好的 刘备 关公 张飞 再加上很智慧的人 那就是最好的结盟 应该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是桃园三杰益比较好 你看关公的那个刀很厉害 可是刘备是做领导人的分量 慈祥 仁爱 温和 张飞就是 一下子就脾气很大 但是武功也很好 所以如果桃园三杰益的比喻 是还勉强可以 还讲得通一点 可是如果讲说是强盗 这个比喻就不好 哪一个是强盗呢 哪一个是警察呢 对啊 没有什么强盗跟警察的问题 如果是您自己做一些比喻的话 您有没有什么样觉得更贴切的说法 能够在形容当今的美中台关系呢 我们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 桃园三杰益嘛 就是关公张飞跟孔明 这些人做成非常好的 刘备啊 关公啊 张飞啊 再加上很智慧的人 那就是最好的结盟嘛 应该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是桃园三杰益比较好 你看关公的那个刀很厉害 可是刘备是做领导人的分量 慈祥 仁爱 温和 张飞就是 哦 一笑子就脾气很大 但是武功也很好 所以如果桃园三杰益的比喻 是还勉强可以 还讲得通一点 可是如果讲说是强盗 这个比喻就不好 哪一个是强盗呢 哪一个是警察呢 对啊 没有什么强盗跟警察的问题嘛 如果是您自己做一些比喻的话 您有没有什么样 觉得更贴切的说法 能够来形容当今的美中台关系呢 我们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 桃园三杰益嘛 就是关公 张飞跟孔明 这些人做成非常好的 刘备啊 关公啊 张飞啊 再加上很智慧的人 那就是最好的结盟嘛 应该如果要这样比的话 是桃园三杰益比较好 你看关公的那个刀很厉害 可是刘备是做领导人的分量 慈祥 仁爱 温和 张飞就是一下子就脾气很大 但是武功也很好 所以如果桃园三杰益的比喻 是还勉强可以还讲得通一点 可是如果讲说是强盗 这个比喻就不好 哪一个是强盗呢 哪一个是警察呢 对啊 没有什么强盗跟警察的问题嘛